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生产和交通中必须的工具 然而地球上还有很多人并没有受到现代科技的影响 人过着十分原始的生活 今天小编要给大家说一个亚洲的神秘部落 被人们称为鸟人部落 房子建在50米高的树上 进出家门全靠爬梯子 这就是科罗威部落 科罗威人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偏远森林中 他们的社会状态并未受到现代文明的影响 还过着极其原始的生活 科罗威人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 人类学家才首次接触到他们 因为科罗威人对家乡以外的世界了解甚少 所以他们的生活并未受到文明的影响 因此科罗威人有自己的预言 仍以采集打猎获得食物 部落也一直保留着食人的习俗 他们几个人为一群 群体之间分散居住 还会因为冲突发生邪斗 科罗威人是七树民族 居住在树巢里 房屋被线造在树上 他们每天出入都需要攀爬梯子 科罗威人的房屋一般距离地面50米 一家人都住在一起 最多8个人居住在一间房 科罗威人的主要食物就是野生动物和水果 他们十分擅长打猎和捕鱼 有时候也会捕食一些昆虫来捕充营养 这个部落虽然原始 但是也会制造使用工具 科罗威人会用动物骨头制成刀和尖刺 还会制作捕鱼工具和弓箭 如今只有很少的科罗威人识字会说印尼语 所以外面的人与科罗威人沟通只能靠手势 小伙伴们 有没有对这个原始部落感到好奇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将和小可爱们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 留下评论 或者是信心转发以及关注哦